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《九十九亿闪婚》,豪门总裁夜夜忙。 第467集 说实话,季灵的样貌和季家人还真的不怎么像。 当然,他并没有见过季正廷的父亲,只听老太太又劝道, 哎哟喂,你就消停点吧,这才刚好一点,又生气。 再说了,跟自己女儿有什么好气的,那是你一手养大的女儿,性子你还不了解吗? 都是我从小到大把她给惯坏了,我这是遭了什么孽了呀? 看得出,季母嘴上说是生气,其实心里是伤心难过,又放不下这唯一的女儿。 宋卿尘也跟着相劝。 阿姨,季灵只是一时任性想不开,等她想通了之后,一定会回来跟你道歉的。 您现在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 卿尘说得对,反正不管季灵那丫头走到哪儿,迟早还是会回来的,你就安心养病吧。 季母也只能这么想了,但是还不忘叮嘱儿子。 正廷啊,你可千万不能把她的卡给冻结了,万一她在外面遇到个什么事,缺钱的话,那就麻烦了。 嗯,我知道。 季正廷没有告诉母亲,季灵已经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变卖了,身上应该有不少现金。 其实,季正廷现在最担心的并不是季灵在哪儿,而是她一个女孩子身上带了那么多现金,会很危险。 老太太站了起来。 哎呀,行了行了,孩子们刚回来,这还没吃饭呢,而且这里啊,也不好久待。 我们就先出去了啊,你好好休息一下。 行吧,你们也不用担心我,我这儿有医生和护士伺候着,没多大事。 朕准备要离开,老太太忽然又想到了什么。 对了,正廷啊,听说西楼有个佣人值班的时候,发生了点意外,这会儿还在医院呢,你有没有过去看一下,人家伤得怎么样啊。 说起这件事,季正廷下意识地看了宋卿尘一眼,然后又不动声色地回道。 这件事我会安排好,您不用操心。 可千万不能亏待了人家,人家上班也不容易。 嗯,听您的。 哎,行了,走吧。 阿姨,那我们先出去了。 继母挥了挥手。 去吧,去吧。 虽然还是冷冷淡淡的态度,但是宋卿尘已经很开心了,这还是自己跟继母说道别的话,继母第一次给自己回应。 晚饭后,季正廷抱着宋卿尘回房,宋卿尘给母亲打了个电话,听说母亲都还不错,他也就放心了。 不过,父亲和奶奶自从上午冒了一下之后,就再也没有出现过,这种现象很反常。 要知道,以父亲和奶奶的性子,加上今天并没有谈楼,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。 所以明天一定要找个机会给父亲打个电话,试探一下。 季正廷见他电话打完了,才过来问他。 怎么样,宋姨睡了吗? 还没呢,说是刚洗漱好,也准备睡了。 季正廷在他身边坐下来,扶着他的肩,让他面对着自己。 现在来跟我解释,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宋姨工作的事。 本来,是打算要告诉你的,可是,想来想去,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 而且,我也是之后才知道,母亲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儿。 当我想告诉你的时候,我妈又跟我说,已经决定辞职了,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。 也没想到,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季正廷倒不是怪他,就是觉得,这件事,现在弄得很尴尬。 自己丈母娘,居然在自己家里做庸人。 不管是对自己家,还是对宋家,她的处境都很窘迫。 而且这件事,没办法瞒下去,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,比较合适。 这件事,你打算怎么跟宋姨解释? 我也不知道,实在不行,就直接告诉她算了。 如果要瞒着的话,她和季正廷真正的关系,就暂时不能让家里人知晓。 不然的话,家里人肯定是要登门来看看她家的,而且就算是瞒了一阵子,也不可能瞒一辈子。 季正廷有些无奈。 这件事,弄得我也很窘迫。 对不起啊,总是给你添那么多麻烦。 季正廷又笑了,抬手将她夹边的发丝撩到耳后,跟她说。 我很幸运你这个小麻烦能找到我,总是让我拿你没办法。 所以,这件事,你也打算帮我解决是不是? 宋清澄可怜兮兮地看着她。 我会见机行事。 这件事,季正廷还没想到万全之策。 宋清人挪了挪嘴,忽然又想到一件事。 啊,对了,我想问你一件事。 问。 你比季灵大七岁,那么季灵出生的时候,你应该已经记事了吧? 如果季正廷记事了,对季灵的身世,会不会知道一点什么? 确实。 不过,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了美国,毕业之后才回来。 宋清澄畏畏一政。 季灵出生,她不在国内,那就没办法了。 宋清澄又调侃她。 原来季先生还是海归精英啊。 不过季正廷并没有从刚才的话题中走出来,一脸认真地问她。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? 啊,没什么,我就是随便问问。 真的? 嗯,我今天想洗个澡。 宋清澄继续插台话题。 你想都别想。 四个字,毫无转环的余地。 不过,也成功地转移了某人的注意力。 宋清澄绝着小嘴满脸的不高兴,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。 不能通融一下吗? 可以,除非我帮你写。 如果你在用压力下令, 你 출给你写下了你就好了。 你正宋清澄续比里面, �不保仁松awl, 我要 быть第二次。 我听这幾乎 своей故事。 我有受委断楂维多 autonomy? 我将来帮悉这个zagmaz童有四骗 collections。